近年演員優質度的趙薇 除了一直在電影圈默默奸雲 還不忘提攜後輩 那天她就以大使身份出席青年電影節 鼓勵一班青年電影人 早有耳聞這個電影節 非常與眾不同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多多支持 FIRST電影節 然後我曾經很多朋友 參與過FIRST電影節的人 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口碑 對 因為他們的標準 跟所有電影節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他們是給中國電影輸入新鮮的血液 我覺得這一點是一個非常有功德的電影節 既然他們是一個有功德的電影節 有奉獻的電影節 所以我覺得今年很榮幸當大使 另外我也想感受一下FIRST電影節的氣氛 以及所有更年輕的導演們 和創作者們在一起的這種感覺 而姚臣一日都有現身支持 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過像趙薇一樣 演戲之餘再加多個導演身份呢 因為我自己也反覆問過我自己 我好像沒有這方面的夢想 因為始終我覺得表演這個職業 給我帶來的樂趣還是沒有忠實 所以我會一直覺得我好像在表演這個職業上 我一直想去求索 就是一直希望我還能更好一些 還能更好一些 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想在這條道上走到黑 那你的路就放棄好了 耀神仲大贊青年導演很有創造力和想像力 因為他們的心理負擔沒那麼大 在創作上可以更自由 有多些天馬行空的嘗試 吃飲食 吃飲食 吃飲食